这几场的新加坡科技创新周反应热烈 原定一周的活动今年延长到全年 科技业者和投资商每个月都有建立网络和敲定合作的机会 这个机器人能帮忙油漆 这个则能进行消毒工作 这家为建筑业研发专用机器人的公司 在参加去年的创新挑战后 业务有所拓展 也协助不少建筑商提高生产力 给我们一个平台 可以跟这些比较大的公司合作 来解决他们的痛点 人力部长陈诗龙在走访这家公司时表示 这类创新活动对我国的创新与研发策略至关重要 疫情下今年的活动以线上线下方式举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